直通市县 越动辽宁 各位好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周末晚 晚上好 今天我们走进的城市是盘景市 人情春来早 万事日相催 突年一时 盘景市及拉满进度条 雷响奋进鼓 一月末先后两次召开会议 把抓项目抓发展作为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主要抓手 一开局就是决战 起跑就要冲刺之势 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 盘景动员权势力量提速推进项目建设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来盘投资 全力以赴抢项目 抢订单 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辽和储气库群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是东北和津津地区的主力调封储气库之一 辽和邮田成立保工专班 提前做好储气库 助踩 调封各项工作 确保天然气保工工作按表运行实现有令集彩 目前辽和储气库实现建库速度与调封保工能力双突破 双台子储气库群 采气二区 三区主体工程完工 对东北及津津地区的调封保工作用更加凸显 现在我们有二十座警场 火力全开 特别是大指纹警场 加入今年的保工剧烈 我们辽和储气库群日采集能力已建成三千五百万方 项目促发展 2023年盘锦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安排 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坚持肃劳项目为王理念 依托头部企业 抓实抓好十二条重点产业链 研链补链强链 加快建设石化及精细化工 粮食集散和精深加工 电子信息三大产业基地 推动兵器滑锦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形成富有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 实施好央企加行动 打造全国央地融合发展典范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外企 促进国企 民企 外企竞相发展 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征创国家级精细化工中式基地 提高头部企业本地配套率 科技成果本地产业化率 科技型企业增长率 深度参与一圈一带两区建设 打通一带一路向北开放最近出海通道 打造东北开放新前沿 盘景市把抓项目抓发展 作为落实辽宁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连行动的主要抓手 强化要素保障 系统化推进项目管理 全市上下一盘旗 吹响项目建设集结号 围绕重点产业链 谋划富有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 盘景市将努力形成千亿领航 百亿带动 十亿支撑 亿元集聚的项目方阵 以项目建设的强劲态势 助力经济发展首计开门红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好局 起好步 在盘景辽宾京开区的 京梁盘景港 粮食物流产业园区项目现场 工人们正在抓紧进行 装基础施工 据了解 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三亿元 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是盘景市大力发展 粮食贸易的重要支撑 项目竣工投产后 将具备粮食收购 及并 储运和装船运输功能 可实现12万吨的静态仓储能力 年周转粮食吞吐量 可达100万吨以上 抓石抓牢项目开工及投产运行 重点推进 金发生物机BDO 京梁盘景港 粮食物流产业园 大金中工风电 海工装备基地等 15项目开工建设 推进辽路碳酸仪锡纸 县汇三万吨鲁化丁基橡胶 装置改扩建等一批项目 快建设找投产 强化项目管理 依托项目管家 坚持一线工作法 推进项目按计划实施 依托省重大项目库 落实好一库三清单 滚动工芯 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一元以上项目清单 上级资金项目清单等 今年盘锦市围绕 大化工加精细化工 高质量谋项目 按照全省减油增化 减油增特总体部署 统筹七个省级化工园区 聚焦六家头部企业 铸牢六大板块基础 围绕972.1万吨 富裕物料和158万吨 短缺物料 谋划引进一批 本地配套物料平衡 隔墙供应项目 围绕国家政策 全力征项目 盘仅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 紧盯中央政策头像 争取更多的政策资金项目 纳入国家计划盘子 以省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 为整改契机 健全从项目对接洽谈 到建成投产的 全周期服务链条 全程跟踪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建立谋 引 服 控 争 比 服务体系 健全 链长 加项目管家 加电小二 双领办工作机制 落实项目包保清单 协调解决项目主体 极难筹判问题 同时将全时办理项目审批手续 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大力提高线下一窗棕办 和线上一网通办水平 健全风险监测机制 重点对产业链项目 进行统筹调查和风险分析 夯实项目建设安全生产责任 为产业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 提供安全保障 以项目建设的强劲态势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确保今年实现开复工项目500个 力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400亿元 同比增长15%以上 预计一季度盘锦市开复工项目254个 投资104.9亿元 同比增长13.5% 2023年盘锦市将深入实施 辽宁省全面进行新突破三连行动 有效落实新一轮筑起纾困政策措施 全力稳定经济运行 把项目建设贯穿于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 央地合作等各领域各环节 创新一般一法五律三清单项目管理机制 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奋力在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先兴区建设上 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同时盘锦市将深入实施 央企加行动 打造全国央地融合发展典范 目前盘锦市央地合作投资项目 已达24个 其中在建项目7个 累计已完成投资120亿元 辽和储期库群 中储粮集团 在东北综合产业基地等项目 今年计划投资32亿元 今年计划开工项目5个 兵器工业集团精细化工 及原料工程等项目 计划投资212.8亿元 此外 盘锦市还将力争签约 注册项目200个 实际到位内资增长10% 实际利用外资1.5亿美元 一季度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预计完成108.6亿元 同比增长10.6% 新年新气象企业生产忙 盘锦市各企业卯足干劲 开足马力 积极复工复产 全力开工保生产 努力跑出加速度 奋力夺取开门红 盘锦大地一派繁忙景象 位于辽宾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 是北方重要的插车生产基地 为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不断提升科研能力 以智能化自动化为发展方向 加大技改和技术研发力度 在生产线上增加了智能化焊接机器人 和焊接搬运设备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目前公司所有工作人员 已全部到岗 复工率百分之百 接下来公司将抢抓有力时机 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 豪情满满地奏响全年红的开场区 我们客户的订单 现在也在不断地增加 设备 机器都是自动化的生产 对我们产品质量可控性一致性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保证 产量从以前的 大概是60台到80台 现在能提升到80到100台的日产量 合力插车的供不应求 主要得益于其差异化的产品战略 公司针对高寒地区气候特点 成功开发了低温启动型插车 并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 同时 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双碳减排的号召 凭借技术优势 积极助力低碳制造 加快电动 锂电能源等 新能源车辆的开发进度 打造插车精品工程 开启加快转型 绿色发展 跨越提升之路 推动企业提制扩量增效 我们预计能够在2023年一季度 无论是在产量上 营收上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我们也开发了有两到三款 智能插车 包括我们的ICV的一些车型 以及面向国外客户的一些 高端的越野车型 那么这些车型都在原有车型的基础上配备 或者增加了一些智能化的 相应的一些装置和设施 这样一些车型也更加适应了 我们2023年以及以后的市场 一个对智能化需求的提升 新春万象新 实干促发展 为确保全年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 盘景式超前谋划 提前做好企业春节期间持续生产 劫后复工复产情况摸底统计 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营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 立起会起的市场环境 帮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满产打产 同时 各重点企业也抢抓发展机遇 加压奋进 全力以附做好 稳工业 扩投资等工作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科技是国之利器 盘景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 壮大创新型企业 抓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此外 盘景式还落地落实科技改革举措 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让强科技为强工业注入强劲动能 为盘景建设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先行区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辽宁华福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盘景式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自主研发的环境保护设备 为石油 石化及相关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 固体废弃物 污染土壤及城镇生活污水 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 多年来 公司发明有效专利58项 其自主研发的酬油污水循环利用技术 与应用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自主研发的空心抽油杆 月泵电热彩油装置等三项技术 分别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新年一史 公司的订单分制踏来 订单额达一亿多远 预计今年产值比去年提升30% 我们产品现在有很多 主要是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最近两年我们有研发了几个新的产品 都是在国际 国内和国际 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些产品 包括生物货赔技术及装备 还有我们的VOC处理装置 我们现在的订单量的话 基本能够保证我们今年一年的一个生产量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制造基地 车间也都在加班加点来组织生产 2022年盘景市全力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各类支持服务 全面提升工业发展水平 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97家 引导激励域内96家科技企业 积极申请邓领企业 申报除英企业省级备案 参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成功申报省级专精特新产品技术26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 建立省市两级带土移植项目抬账 持续跟进一批带土移植重点项目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13项 大力扶持推进企业创新发展 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 去年盘景市有8家企业 入选2022年度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其中两家企业荣获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占全省入选企业数量的20% 今年盘景市已提升头部企业 本地配套率 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科技型企业增长率为重点 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 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全力打造创新驱动主演情 围绕一代双创建设 梯度培育科技型企业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实行接绑挂帅 实现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推进精细化工中式基地建设 推进更多成果落地转化 今年是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 盘锦市劳固树立以项目建设促结构调整的工作理念 狠抓一季度工业平稳运行 稳存量扩增量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转型升级 增强发展后进 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力争开门红 位于盘锦市高新区的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宿车间里 多条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工人们加班加点装箱打包 自动化生产线上 橘红色的六关节机器人 有条不稳地将住宿件整齐码放到工作台上 海星科技是一家致力于塑料收纳家居产品设计 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型民营企业 在电商流量扶持和线下市场需求增多的带动下 高端塑料家居产品订单不断销售火爆 为保证供应 车间设备24小时运转 马力全开 每天产量达到3000台套 目前盘锦高新区各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 向手机开门红目标奋力冲刺 抓好经济运行调度 紧盯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 科学分析研判经济指标数据 认真梳理短板弱项 及时查缺补漏 确保各项经济指标稳中有进 抓好企业闻岗闻产 然格落实项目管家服务机制 及时协调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全力推进产能释放 进一步增强发展后进 确保一季度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8亿元 为继续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和动力 今年盘锦市继续加强运行监测调度 紧盯辽和油田日采油量 华锦集团辽和石化等炼化企业日炼油量 以及新投产的新发科技 韦英星等企业产能利用情况 助劳企业持续稳产支撑 同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进一步梳理今年可新开工可竣工投产 以竣工投产项目清单 分类指导一起一策 推进谋划项目尽快开工 2023年全市重点推进工业项目158项 总投资1582亿元 一季度预计推进9个项目如期投产 实现增量释放 锚定目标盘锦市继续推进 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围绕深入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壮大行动 以千人助千企为抓手 强化政策落实和向上争取 切实为民营企业简难提办实事增信心 引导归上企业稳定经营 既改升级 数字化改造 培育优质市场主体 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 走专精特心之路 推动小微企业量制提升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极具合力 构建协同发展坚实保障 继续做好与央企的合作 深入实施央企家行动 推进协同发展 提高头部企业本地配套率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融资难 融资贵 是限制其发展的一大障碍 对此盘锦市搭平台 拓渠道 降成本 多手段 多形式 主动对接民营企业和项目 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权 推动金融政策落地落实 用真金白银助力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1月份 盘锦市贷款余额1514亿元 同比增长2.6% 未解企业之难 持续创新政策供给 盘锦市金融发展局 引导运内银行机构 积极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 确保各项汇企政策 及时兑现落地 创新纳税一代 抵押一代 守护一代 等普惠贷款产品 累计为600余户企业 投放普惠领域贷款8亿元 涉入落实 稳经济大盘政策 累计为300余户企业 减免服务收益费80余万元 去年盘锦市陆续出台 加强筑企纾困 稳定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汇集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3.19万户 各银行机构积极落实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做好创业担保贷款投放 有效运用各级财政贴息资金 降低三农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为特殊群体提供低成本的 创业信贷资金 目前创业担保投放余额 达6.1亿元 贴息91.2万元 盘景金融汇民政策有贷款贴息支持 包括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困难行业贴息 有融资担保服务 依托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为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提供担保服务 还有上市资金补助 对符合条件的 你在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 给予最高4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此外还可以享受省级资金补助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举之年 是辽宁实施全面阵型新突破 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 盘景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金融工作 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将持续秉承稳金融防风险 增投放的发展理念 全力维护盘景地区金融发展与稳定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锚定目标 砥砺奋进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和干劲 为盘景市民营经济发展 持续注入金融动力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于斌 我是薛灵 关注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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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